女人 女人 我就不脱鞋了 你们看一下啊 对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 不是同类那就拉黑 我最近越来越感受很深刻 我最近感觉跟身边的人 那个代沟越来越大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我今年已经18了 对对对 真的 就是一般就喜欢这样说话的 你知道吧 都是30好几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30岁 是一个很神奇的年纪 就有一句俗话说什么 男人31朵花 哇 我觉得这句话 真的非常的荒谬 你有没有发现 男人这朵花 她过了30之后 她往往都是幽光满面 肥头大耳 但是她们都特别自信 你知道吗 成天就拍着自己的肚子 啊 将军肚 但是女人过了30岁以后啊 她反而会特别努力的 去保养自己啊 运动啊 健身啊 就是为了让自己 有一个更好的状态 因为呢 你身体有深深的危机感 你就生怕失去哪个丑男 而且我觉得啊 就是俗话又说啊 女人30 豆腐渣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好像她把你说的 一过30岁生日之后 你就立刻判若两人 哇 30岁之前 你是豆腐西施 一过30岁 立刻没有人愿意吃你的豆腐了 就变成了豆腐渣西施 所以说男人对女人的年纪 其实是非常介意的 就是男人啊 她看到那种长得很漂亮 但是呢 年纪有很大的女人 她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她看见这种女人呢 她往往会想着 哇 好漂亮啊 可惜了 很多那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啊 如果说女主角的年龄超过30岁 这个故事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想象一下 泰坦尼克号上面 Rose在跳海 Jack特别着急 看着她跑了 美女 你看多大你就要跳海 30多了 30多了 You jump I'm young Too young to jump 所以说作为女人啊 就是人过30之后 你会突然发现 你跟身边的人再也不是同类了 就是老女人这三个字啊 是她们对你最恶毒的评价 就是如果你跟她们吵架 哇 你可以很理直气壮地骂她 你幼稚 无耻 愚蠢 恶毒 然后她转过来跟你说 哼 你个老女人 说得对 我敷个面膜回来骂死你 而且呢 我觉得女人过了30之后 她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说她的年纪的 但是你要是硬要问她 她就会装作很俏皮地告诉你 哈哈哈哈 我18岁啊 你注意一下 她这里一定会加一个哈哈哈哈 这里呢 一个哈就代表三岁 就所以说她有可能会跟你说 哈哈哈哈 18岁啊 她还有可能告诉你 哈哈 25 所以说啊 你要是问一个80多算老奶奶 你知道吧 她就会告诉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药呢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说小时候啊 我经常觉得30岁是一个很可怕的年纪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因为你到了30岁之后 你会发现 你对生活的选择多了很多 所以说如果有时光机的话啊 我依然不会回到过去 但是呢我会告诉时光机 把我留在30岁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让我到40岁 谢谢大家 我是自文 自文 自文 30岁以上 已婚妇女 妻力主妇等等 所以自文的所有的段子 他的观察 都是锐角状态 每个观察的点都很准 挖得很深 是扎心的那种段子 arring 怎么样 是